嗨我是Mita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各位敲懷已久的夏季保養 但是保養步驟這麼多 使用的東西也很多 一支影片可能會講不完 所以今天想跟你們分享就是 我認為保養步驟中最重要的精華液這個步驟 不管我多麼累多麼想偷懶 我都絕對絕對不會捨棄就是擦精華液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精華液裡面就是有最豐富的營養 而且可以給給給付一些不同訴求的養分 所以絕對不要偷懶不擦精華液 尤其我自由性肌膚對夏季保養就是有一些小小的要求 如果太油太黏上了底妝之後很容易吐濕 而且更容易長一些粉刺痘痘等等的 但是如果保濕力不足底妝也不會服貼 而且肌膚也會出現一些乾燥粗糙的問題 所以我對夏季保養的訴求就是既要有保濕力 但是又不能太油膩給肌膚過多的負擔 那今天我想要跟你們分享的是兩款我非常愛用的精華液 以及它也是網路上評價非常好非常熱門的兩款精華液 但是大家是不是可能會不知道到底要怎麼挑選 如果只要買一罐怎麼辦呢 就是我今天就會給他們做個三個PK小實測 以及我一些心得綜合給你們 告訴你們要怎麼挑選 那今天的兩罐選手就是他們啦 江江是不是非常的不陌生 那這一罐呢就是SKII非常火紅的青春露 其實我也在影片中分享過很多次 我真的很喜歡用 然後也用掉很多瓶 那再來第二罐呢就是這個 碧兒泉的奇蹟水 是不是前陣子影片的空空想才出現它 然後馬上就是有一瓶新的又要繼續使用 所以呢這兩瓶它的定位都是在精華液 我真的都非常非常的喜歡用 也一直持續有在用 首先呢青春露的質地它是比較偏水狀的 就是它擦起來流動性是比較高比較清爽的 碧兒泉的奇蹟活原肌露呢它的質地呢也是水狀 但是它稍微濃稠一點點 它的流動性就沒有青春露這麼的快 但是呢它也是一個清爽的質地 這兩罐其實在網路上也非常多人會拿它來做這個濕膚使用 所以今天的第一罐PK呢就是拿它們來濕膚 那為了呢不是只有我講我的使用心得之外呢 我還搭配了這個油水的測試機 就數據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雖然不能夠說百分之百的很有根據或是很準確 但是呢我覺得可以搭配我的心得跟這個數據給你們做個參考 首先呢我的左半邊臉跟右半邊臉都會各差一瓶 左邊呢實在是K2的青春露 右邊呢是碧兒泉的奇蹟水 那在使用前呢我們先測試一下現在臉部的狀態 左臉呢水分是40%油是5格 右臉呢水分也是40%油也是5格 接著呢我們就來私敷3分鐘 左臉呢它的水分達到了46%油變成4格 右臉呢水分達到44%油還是5格 接下來呢我想要再繼續看再過個10分鐘之後呢 臉上的水分它的維持力怎麼樣 10分鐘過後左臉的水分變成41%油是5格 右臉的水分也是41%油也是5格 也就是說奇蹟水它的保濕續航力呢我覺得是比較優秀的 再來第二罐呢就是輕拍 也就是一般上精華液的一個上的手法 那一樣我先給大家數據 左臉呢現在是水分39%油是5格 右臉呢水分是35%油是3格 那一樣我們左臉是拍上青春露 右臉是拍上奇蹟水 那拍完之後呢 SK2的部分水分變成40%油還是5格 那另外一邊奇蹟水呢 拍完之後水分變成40%油也是5格 在綜合前面兩關PK的數據前呢 我們先來進行第三關 也就是我剛才輕拍完之後呢 左右臉各上完了底妝 先給你們看一下現在底妝的狀態 這邊左臉是青春露 其實一樣算蠻服貼的 但是呢稍微比較乾扁的感覺 然後摸起來呢是比較清爽的 那右臉呢是奇蹟水的部分 它的妝效一樣是很服貼的 然後我覺得它的肌膚就是 感覺沒有那麼乾扁 稍微比較有一點潤度的感覺 那最後呢 我就來跟你們分享一下這兩罐的心得 綜合了我前面PK的一些數據 以及我日常的使用心得 因為這兩罐我都用了不只一罐 所以我對它們的心得其實是非常豐富的 那我先跟你們分享一下這兩罐的特性 它們都是定位在精華液 那碧兒泉的這個奇蹟活原精露呢 我覺得它的保濕力是好的 而且它的鎖水力稍微會比青春露再更好 所以它的保濕續航力呢我覺得是很不錯的 那青春露它的使用感受就跟它的質地一樣 就是非常非常的清爽 然後稍微有一咪咪的控油效果 它可以給肌膚瞬間的補水 但是它的保濕續航力就沒有這麼好 但是呢我覺得青春露它的定位 並不是就是在幫肌膚保濕 它主要是可以溫和的代謝肌膚的角質 就是讓臉比較透亮那樣子 所以兩罐呢其它的功效、訴求其實並不太一樣 可是用起來呢我覺得都是非常清爽 所以我也都很喜歡 就是會看肌膚的膚況然後去挑選 一大多數的時間呢其實我是白天會使用青春露 就是妝前的時候 因為我是油性肌膚 我需要上妝前有保濕力 其實是比較清爽的狀態 所以我就會選擇青春露 然後它又有一點點的控油效果 晚上睡覺呢我就喜歡用這個 碧爾泉的奇蹟水 它的保濕力比較好 而且它的保濕續航力也比較厲害 就是你可以晚上經過一整天的休息 然後隔天起床呢就算吹完整完冷氣 我也不會覺得臉會乾巴巴的狀態 那如果你是肌膚比較乾的人呢 你就可以白天使用這個奇蹟水 因為它的保濕力很好 但是呢其實它是不會油膩的 它是比較潤澤肌膚的感覺 那以上就是這兩罐 SKII的青春露跟 碧爾泉的奇蹟火源金露的PK分享 其實沒有要比較出他們就是 誰比較厲害誰比較好 因為我覺得保養品就是適應每個人的肌膚 是最重要的 因為你要挑到適合自己的保養品 它就是一個好的保養品 所以呢這兩罐我的使用心得就分享給你們啦 那希望你們夏天也都可以有一個清爽保濕的肌膚 那這支影片就到這邊啦 更多的集中台生活中的美食分享 記得追蹤我的Instagram 下支影片見 掰掰 YA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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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HOO